为了打造各年龄适宜的友善安全空间 既然香港游淑珍积极针对全乡20多处管设 来进行建筑物耐震能力评估 也争取到兴建、修缮等工程经费 并且和社区发展协会、社团等单位合作 导入多元化的活动 提供乡亲们最优质的服务环境 也力拼打造乐活及安幸福乡城 为了提供乡亲最适性安全的硬体建设 既然向公所陆续针对乡内20多处管设活动中心 个别进行整修及耐震补强工程 而其中福星社区活动中心的屋林已达将近40年 为了了解工程师做进度 乡长游淑珍在建设客长吴映玉 社会客长周哲生的陪同下 会同村长黄俊伟前往视察 为乡亲严格把关工程品质 吉安湘林文子馆 我们必须要普查出 整个活动中心的一个使用方式 有效的来推展在地的一个适性热活 还有研修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铺陈 所以我们针对吉安湘18村里面的活动中心 来作为一个耐震补强 以及安全结构的改善 甚至也是一个通盘性的检讨 今天来到福星社区活动中心 一楼是我们的隔代教养 以及弱势家庭的一个方舟小学堂的一个执行 二楼是我们退休移居啊 所有的这个乒乓球的热活中心 我们相信针对18村不同的活动中心 最主要的是要因应所有常态性的健康站 文件站还有研修的这样的一个执行以外 更要带来哦 这个不定时跟不定期的一个热活活动 还有老人会的会晤推展 以及呢这个我们学习 甚至于整个社区凝聚的活动的一个推展 游淑贞也感谢代表会的大力支持 并表示 简安乡不仅有安全快乐的服务 更赋予社区活动中心创新功能 和社区发展协会社团等单位合作 导入多用化活动 提供乡亲最优质的服务环境 力拼打造乐活吉安幸福乡城 记者徐立青简安相报导